现在已经晚上的11点半啊 刚才有个客户从那边过来 我今天晚上是加班 然后他那个车是什么情况 哈佛H6 是跑了6万公里啊 他一路问过来的 估计没几家开门的了这点 他那个车是从高速上拖下来的 中间跑了跑了突然高温了 什么情况导致高温的呢 这款车1.5T的啊 他有个通病 这个机油散热器啊 保你撤不了10万 准给你干透 知道吧 他那个机油散热器里头 那个胶圈 啪顶出来了 直接机油喷射到 这个防冻液里头啊 他这个高温呢 目前在那个 直接喷射到防冻液里边去了啊 然后现在是什么情况 就是有拖车 给他拖下来了 从高速上 拖到那边修理厂了 刚才他问过来 早上10点拖过来的 现在晚上10点吧 11点了啊 还没修好 什么情况呢 机油散热器换了 但是呢水温还是一直高 就是说怠速还行 怠速有时候会高 有时候不会高 然后一加油门就高 刚才他大概说的是这么个情况 等会儿 他开过来啊 不知道开不过来 不确定 因为他问我 就是说 因为现在给他修那人 说是拆发动机 给他清一下水道 因为那个油跟水 掺了以后 太粘了 知道吧 把水道给堵了 也有这种可能性 但是不至于拆发动机 他问我 拆发动机多少钱 我说我 就是他问我 能不能修好 不拆发动机 我说我不敢保证 因为谁也没有 看到车 不敢百分之百保证 人们的话 而且还有之前的修理厂 他们说了 肯定得拆发动机 所以我不敢保证说 不拆发动机给你修好 但是我尽我最大的力 然后他说大概多少钱 我说如果是不拆发动机 我给你搞好的话 大概也就是个二三百块钱 我跟他说的是 如果不拆发动机 大概给你搞好的话 也就是三四百块钱 如果拆的话 就是一千块钱左右啊 一会儿他开过来 不确定开不开啊 他是一路问过来的 等会儿咱们看什么情况 现在他这个车 已经开过来了 这个目前是启动着着 我刚才已经给他冲了两遍了 里边全是这种机油 跟这个水混合以后 严重的堵塞了水箱 一开始来了之后 风扇一直转 但是就降不下去热 因为他扇出来的是凉风啊 水是进不到水箱里边的 上一个休水厂 已经把节温器给拆掉了 我现在主要解决的 就是他水箱的堵 我是从下水管拆掉以后 打到水箱里头 直接把水箱给打 加油 三千串 打了十多遍 现在目前咱是正在试 试它到底正常不正常 基本上是没太大问题 不用看 它冒热气就说明正常了 知道不 冒热气就说明水箱板里都进你热的了 因为你现在没有节温器 所以它水一直大循环 只要一热它就进水箱里头了 一直这样大循环的 我为什么让它加油门 为的就是水温让它更快的上 风扇转你来看看 现在出来的热风均匀不均匀 没转的 一转这个热气就往那边铺了 你还没转 没转 因为它没有节温器不好转 没有节温器的话得把水全部弄热了 它才转 水全部热了它才能转的 就是说水箱里头发动机里头都热了 你有节温器的情况下 只有发动机里头的水热了它就转了 起来马上估计一会儿就得停 肯定有水 咱冲那么多的水箱上淋的散热板上全是水 307 它为啥一直冒热呢 就是因为水箱热了 完事了 我电话132 你家微信摸人了吗 3 你打我我微信上面有电话有那啥 有电话有 对 有问题还把他问你 有问题你随时咨询我一下 你们是往哪跑啊 往哪跑啊 回河南 回河南 在高速上直接就水位高了 在高速上直接就水位高了 蓝田那个地方 你把节温器扔车上吧 你就按我说的 回去你多跑几天没问题喽 然后放出来换面水 换面水 接着开 开个10天半个月好 放出来换防灯液 什么时候就里面水干净了 什么时候把这个找了 对 反正你这个一放它就干净因为没有节温器 知道吧 一放拿汽墙一吹 啪就干净了 对 它有节温器的话你得等热车放 你这个凉车热车都无所谓 就这样 行了行了 这个关子是吗 这是我拿的 主要是洗了洗发动机的 有对面 你不也没吃饭吗 我吃了 你们来的时候我刚吃完 你来的时候我刚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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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了不了不了 你们去你们去 我还得干活呢 这个我还得加班搞 我还得加班搞 对不对 多少钱 200块钱就行 嗯 那我们行吗 你放这吧 放这吧 嗯 你放这就行 别的不都可以 别的不都可以 啊 啊 啊 别的地方是 是吧 对对对对对 姓贵姓 呃王 王 王金飞 呵呵呵 你家里我姓王 那咱一路在 呵呵呵 你这个你当时一路问我来就直接来到我这儿啊 对对对对 呵呵 不是我们就问一下 这附近有能用专业修车牛逼的 呵呵呵 告诉我 然后别人 他是跟我们直接给拖他那的 刚刚我们也不知道是他家 拖完了我们把车就拖了 他在转车 转车就停了 他说他他说你那的加钱啊 有加多少加多少的 他说我给你拖下高速的又修车的 我给你找一家 呃 他不要多少钱 那估计是跟他合作的 对 就是他自己家 就是他自己家的 就是就签了那一点 我刚才在高速上我还问他 我说你有没有本事搞定 有没有这个把握 我都弄好 能弄得好 他说包你能弄好 我靠妈去 早一天没搞 早上十点半 搞的话晚上八点半没搞好 不可以 我说我也看我就找找 最后他说建议你把发动你拆开 嗯 他说不拆开 我听不懂都给拆开 我打电话回到家了 也咨询了也问了 这就是不用拆 不用拆 不用拆 他说不用拆 对 你像 你像 你像他 这个堵的算是严重点 轻的那种 你换完那个散热器 水温一高 啪自己就给弄开了 自己都开了 对对 他这个堵的严重 你像这个 帮我推一下 万一人家下满了 对对对 稍微往后倒一点就行 倒一点 能让我关了门就行 对 不让人下满了 对对对 注意发马尽啊 我问我 直直到就行 我们就问 我进去往后 你把那两个副驾驶和主驾驶升上去 月S是河南哪儿啊 信仰 信仰 好 可以 去吃饭去吧 好嘞 谢谢啊 没事没事 以后有修车的来到这边 直接让他联系过就行 好 对 我们给你发位子 我给你搞个资料 搞个投入钱 去吧 先吃饭吧 他这个车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机油散热器穿孔以后导致机油它并不是说特别快 然后压力轻微有点往水箱流窜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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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多嘛 把水箱那个下水管给干堵了 就是说下水管往那个水箱里头走的水水泵在节温器后边 节温器打开以后水往水箱里头走然后凉水就是说已经散热好的水从上水管再进到发动机是这么个循环 但是下水管但是呢下水管往水箱进那个口就是说水箱那块下水管的口堵了干堵了所以说 他循环不了就是因为他来的时候节温器也拆掉了啊所以说还是循环不了来了之后我一摸他下水管 就是挨着发动机那块是热乎的再一摸水箱嘛是凉的风扇转起来一直转不停摸起来也是凉的啊所以说降热降不下去还是说闷堵了 就来来回回给他拿水箱冲了有十多次吧最起码因为这个的话把下水管拆掉然后从水箱上处冲再从底下冲冲了十多遍最后给他干通了啊通了以后 只要通了以后一着车循环起来这个水温他自然就不高了在他那没修好原因就是他怎么说呢咱不排除他是想挣钱还是怎么着这个说不好的你要是说像这种他从高度上拖下来对吧你首先你也是没办法的已经拖过去了对不对所以说多少钱或者怎么修的一个方案 他肯定是挑着挣钱的方案修对吧肯定不可能是说给你快速的修所以说大家有时候遇到这种情况还是需要多问一问都看一看附近修车多的或者是在网上就是导航上搜一下多问一下还是比较好的行就先到这里喜欢的话点关注拜拜 Έ 拜拜